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还有兄弟姐妹 反正不能继续对娘家爸妈好 但是有用得到娘家的 不管是让娘家出钱还是出力 这个时候和娘家就是一家人了 我就遇上了这样的婆婆 不仅觉得我嫁给她儿子了 我的收入就是婆家的 连我娘家的收入也是我婆家的 开始指责我娘家爸妈开销大 婆婆到我们小家庭的时候 晚上七点 这个时间我们正好下班回家吃上饭 婆婆进来后也不说话 我开了门之后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她直接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说自己命苦 早年丧夫 辛苦养大了儿子 本以为儿子结婚成家了 自己就能想想轻浮 但谁知道还是要操心一堆的事 我和老公面面相去 我俩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努力想了想 最近真的也没招惹她呀 这段时间我俩工作忙 周末都加班 和婆婆碰面的时间本来就少 然后生活费也按时给了 昨天我老公还特意买了婆婆喜欢吃的蛋黄酥送过去呢 今天过来哭天抹地的 是唱哪出啊 老公无奈放下了碗筷 问婆婆到底怎么了 婆婆听到儿子给了台阶 立马就开始诉说原因 这一哭诉 我算是听明白了 这是冲着我来的 婆婆晚饭后 在小区里面溜弯 正好碰上了我娘家的邻居 陈阿姨过来走亲戚 两人碰上了自然就寒暄了几句 陈阿姨提到了我娘家爸妈 说我爸妈前几天换了一辆车 可好看了 还说我爸妈过几天还要去旅游 大家都知道 这传话就容易出问题 不仅传话的人会添油加醋 听的人也容易理解错意思 我姐姐怀了二胎 我爸妈就是为了这个去看看我姐姐的 现在就变成了旅游了 婆婆当时就不高兴了 一秒钟都没耽误 跑来我面前 指责我爸妈败家 乱花钱 说小女儿也准备备孕要孩子了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存钱 还换车 还去旅游 以后还指望小女儿养老呢 现在就应该处处为小女儿考虑 我真的一听就火了 我婆婆对我真的是过于苛刻 从结婚后 她一边看不上我 一边处处管我 万幸 我当初坚持贷款 买了单独的房子 这要是住在一起 估计我俩三天一大吵 两天一小吵 每次她刁难我 我都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忍了 想着 毕竟是长辈 就随她说几句吧 但这次莫名其妙有指责我爸妈 我真的忍不住 但还没等我开口 老公眼急手快阻止了我 示意这个事情让她来解决 我努力压住火器 转身回了卧室 真的 要不是为了不让老公为难 我怎么可能对婆婆忍到现在 当初我和我老公恋爱 我爸妈是不同意的 原因就是我婆婆 她强势不讲理 我们两家离得不远 自然是知道的 我爸妈担心我受委屈 但当时我沉浸在热恋中 怎么可能听得进去这些话 我坚持要嫁 最后还是结婚了 不过结婚后不久 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爸妈当初的担忧一点没错 虽然我们单独住 但因为离得近 婆婆几乎每天都会过来 每次都是各种找茬 找出我的错处 对我一顿数落 其实每次婆婆说我 我都很想顶嘴 但觉得婚姻不易 因为婆婆吵架 影响夫妻感情不值得 所以我每次都隐忍 就当没听见 但这人可能就是会得寸进尺 婆婆觉得我不顶嘴 就是拿捏住我了 所以她不满足管我了 开始惦记上我娘家 我爸妈有两个女儿 我姐姐远嫁 我婆婆从我结婚开始 就自动把我爸妈所有的钱 和房子都算在我头上 我和她儿子结婚了 那我的就是她儿子的 她儿子的自然就是她的了 所以她一定要管着点 可不能让我爸妈乱花了 上次我爸妈在城里买了一套学区房 其实是给我买的 因为我和爸妈说准备要个孩子 我爸妈知道我婆家现在肯定没有余钱在城里买房子了 我和我老公的收入这几年内也买不起 所以我爸妈就提前帮我们买了房子 装修好通通疯 就能搬进去住 结果我婆婆知道后 过来是一通闹腾 说我爸妈怎么买房不和她商量 家里又不是没房子住 为啥要花这么多钱 又买一套房子 其实我心里清楚 婆婆不是生气我爸妈买了房 她其实开心都来不及 一直和别人说儿子在城里有房子了 她是害怕我爸妈是给我姐姐买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无意中提了一句 我说姐姐可能会一家人过来这边做生意 后来还是我老公和她说 这房子是给我们未来孩子准备的 婆婆才算是没折腾了 自己给自己找了理由 就好像之前耍无赖的不是她一样 我进了卧室后 门虽然是关上的 但因为婆婆刻意提高了嗓门 而且隔音也不好 我还是轻易听到了婆婆和我老公的对话 婆婆说 我爸妈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能糟蹋钱 换新车还出门旅游 都没几年活头了 不在家里好好待着 就知道乱跑 也是 我太过于隐忍 要不是这句话没几年活头了 我这次也准备和之前一样 忍住不和婆婆吵架 但这次 婆婆真的彻底惹到我了 我打开门 直接就朝婆婆走了过去 我突然出现 婆婆和我老公都愣住了 不过 我没给婆婆开口说话的机会 直接就对了她 我说 我爸妈的钱 他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和你有啥关系 宣布说 我爸妈早就给我以后的孩子 准备好了很多东西 就算一分钱都没给我 都给我姐姐了 那也和你没关系 我父母换车 旅游 又你的钱了吗 能得到你指指点点吗 你一个婆婆 天天惦解儿媳妇娘家的财产 你还要不要脸了 还没几年活头了 你年龄比我爸妈都大 我看 你才没几年活头了呢 我语速太快 等我老公想要来阻止我的时候 我已经说完了 婆婆可能这辈子 没被人这么凶过 当时脸色都变了 老公怕婆婆缓过神来 我俩肯定要吵起来 他赶紧拉着婆婆离开了 老公回来的时候 是半夜十一点 脸色很不好 我不用问都知道 婆婆肯定是各种回忆当年 各种哭诉 沉默了一会儿 老公让我第二天 去和婆婆道个歉 他说 我妈妈毕竟是长辈 你要是给她气出个好歹来 可怎么办 你提到个歉 省得他心里难受 万一逼咱们离婚 这事情就闹大了 我妈妈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着一家人做事情 商量着来比较好 老公这话一出 我不是不心寒 我看了他一眼说 要是你和婆婆没听清楚 我再说一遍 我爸妈自己辛苦赚的钱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用不着和你们商量 和你们没关系 想让我道歉可以 让你妈妈先对我爸妈道歉 就晚上这些话 以及以前提及我父母的一些难听的话 他道歉了 我立马道歉 要不然 离婚 我也不会道歉的 说完 我就不理他了 我也懒得去想 他怎么能想出来让我道歉的 我晚上的话是重了点 可难道 不是因为婆婆挑衅在先吗 再说了 婆婆说我爸妈就行 我还不能为了我爸妈顶嘴了吗 随便了 老公要是因为这个事情 听从婆婆的话 要和我离婚 那我立马答应 绝不含糊 反正 我觉得我没错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记得下次 与您的分享